大家好 欢迎收看华尔街电视 我是节目主持人孙昌国 我们今天非常非常荣幸 请到了这个在台湾非常有名的 原来在外交界服务的这个借文集大使 他对于国际关系了解很多 而且他对于最近古爱玲的这个现象 也颇有这个深入的观察 现在我们请谢老师为大家观众打一声招呼 常务兄好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好 谢先生请您可不可以先谈一下 您看到的这个古爱玲在中国跟美国出现的现象 背后有哪些值得关注的这个因素 我想就是说以一个像古爱玲这样子 在美国出生受教育完整教育 那么而且有大好前程 因为他个人条件非常好 他这种各方的表现非常好 那他做出一项决定 那么选择代表中国队 那么选择中国的国籍 代表中国队去参赛 我想对美国来讲 这是可能是过去应该很少 或者甚至没有这样子的案例 因为美国一向是这个世界第一强国 惊人王国 那么美国的国民 不只是美国的国民 世界上很多的人民都希望成为美国的国民 那么出现像古爱玲这样子的一个现象 我想对美国来讲 社会应该是有很大的冲击 所以美国的有一些媒体 像这个服饰公司就谴责 这个采用这个谴责的立场 认为他有叛国的行为 那当然就是说 这在美国做这么强烈的反应 针对一个运动员 做出这么强烈的反应 这在美国来讲 也是我认为是比较空前的 那当然这跟 就是说美国跟大陆之间 这个关系这一两 这几年来快速恶化 那么激烈对抗 这样子的一个情况 这个大背景是有关的 那么另外一方面也显示出就是说 可能就是说真正的物质的发展 也就是说美国跟中国大陆之间的活力 那么它对吸引人民的选择上面 也已经很巧妙地出现了一些变化 也就是中国大陆现在本身的发展 跟它未来的前景 也可以吸引一些 那么尤其是年轻人 甚至他国的年轻人 那么对取得中国国籍 或者代表中国出赛 这样的吸引力 这种客观的条件已经存在了 当然果爱玲的身份是比较特殊 因为她是中美混选 所以她可能对两边的这个国情跟文化 跟这些历史她都有相当程度的了解 那就是在这样子了解下 她仍然说她知道她自己在做什么 她在做最好的自己 那这句话如果从美国的这个 这个所谓的爱国主义角度上来看的话 那就感觉的时候就心情应该更沉重了 不过我觉得国外零现象 从放在国际政治上来讲的话 可能就变成就是美中之间的国力越拉越近 那从这个个人的角度上来讲的话 那么可能会有越来越多的中国人 或者说有一半中国血统的中国人 那么对中国大陆的认同跟支持 甚至就是说把她的命运跟大陆 我想主要在这个世界各地的 那么跟大陆未来的发展会绑在一起 所以我是觉得这是一个量变之下产生的质变 我想美国所以会如此强烈的反应 那么主要这是头一次 那么另外对中国大陆讲 现在大陆国外零变成这个天之交子 媒体的宠儿 连这个股票的名字 跟国外零相关的股票 都莫名其妙涨了三成 所以大陆的明星来讲的话 也是头一次 所以我相信这可能不是头一个例子 将来可能会有更多这样子的例子出现 是 那这些人想请问您 您刚刚在这个节目录制前 也跟我提到 您也觉得这个古暗里的现象 它凸显了一个在美国社会 也是一个非常独特的现象 因为美国过去是超级大国 然后这个资源非常非常丰富 其实他本身 以前他有很多的像NBA的明星 像很多明星 他都是全球来的 这个明星 他们有的时候都会 在某一刻会归回到他们来的地方 然后为他们效力 但并没有引起其他的风波 那这一点的话 您怎么看 这个主要因为他是 国外林是选择了中国 那可能对于一些其他的国家 美国可能在此时此刻还不会这么敏感 可是国外林的选择是代表大陆来出赛 那这个时空背景上 我想对美国的冲击又加了好多倍 那另外一方面就是说 我也提到国外林的背景 他家族都是有很好的教育背景 他本身的好像也申请到像Stanford这样子的学校 所以他在美国可以说有一片大好前程 他在美国是算就是天资交子 可是他居然放弃美国国籍 然后代表他母亲的这个母国 这个中国出来出赛 这个对美国来讲的话 就是我觉得就是一个很大的冲击 因为如果说他在美国是不受重视 或者说在美国可能没有很好的 这个未来的发展性的话 那可能这个事情还没有那么敏感 倒是就因为国外林这个人的各特人的背景 那这个真的会对美国很多 尤其这个美国的爱国主义者会觉得 这个对他们的这个国家的这个整体的形象 或者内部的士气 那都会是一个打击 所以我想就是说像福斯新闻 对他做这么这个非常非常严厉的一种指责 我想也是希望这个事情以后不要再发生了 那么如果这样做的话会严重 引起严重的后果 不过我看了福爱林他在电视上的这个答复 我想他自己也觉得蛮云淡风轻的 那当然美国本来是强调个人主义的 那他是在他说他在做最好 他最好的自己 那么如果说别人不喜欢他 那他也觉得是别人的损失 那他也强调就是运动员无国界 不过我倒是觉得以福爱林的这个讲法 他的成熟度并不是像我们想说 只是一个18岁的小女生 我想他应该有他自己的想法 那么在一个进入全球化的时代 将来国与国之间的这个关系越来越密集 其实这种年轻人之间的 对于国家的这种理解跟他的看法 可能会跟比他年长的一代都会转变 所以我是觉得福爱林可能将来会慢慢 会把他的心路历程会慢慢的会让我们知道 那我也会很好奇想他为什么去做出这样一个 让美国人无法接受的一个决定 那么让中国大陆的老百姓这么欢欣鼓舞的一个决定 是 今天您这个解释的这个角度非常独特 也非常深刻 我刚刚提到想到你刚刚一开始提到的 这确实是美国不仅是忧虑古爱林现象 不是着重在他个人本身 而是担忧这背后就是说 为什么塑造出来的一个极权跟民主 那极权反而相对的吸引了所谓的具有双重认同的 很多可能是不仅是古爱林是混血儿 但美国有很多ABC也呈现了这样的想象 而且不仅是在这个古爱林她的这个冰这个跳板 她有三项运动 可是在中国冰球上面 中国其实也吸引了很多 包括不是这个中国血统的 很多北美的人也因为中国的经济实力吸引出来了 所以我想可不可以请您在这方面的话 再为我们观众深入讨论一下 这个现象的背后会造成怎样的冲击 因为您刚刚提到福斯 其实不只是福斯 连这个比较自由派的纽约时报 还有这个英国的economist 都呈现出来对于比达林有点批判的态度 对 因为其实就是说各国家发展自己的 国家发展都有它的策略 过去其实我们一看美国的这个国家的发展的历程 美国其实有今天的这个成就跟这个成绩 有人是这样说他是用全世界的人才在发展自己的国家 那从某种角度上这也是我觉得也很接近事实 因为像我们台湾来讲的话 我小时候我们那个时候这个台湾有一句这个民间的谚语 就是来来来来台大去去去去美国 那么很多台大的这些很优秀学生 最后都去了美国 然后在美国工作 然后在美国当然也个人取得很好的成就 当然也帮助美国这个国家 在方方面面的这个建设 都做出了很好的贡献 那不只是我们台湾有这个情况 那美国你去美国的这个高等学府 就看他这些很好的学校 那么很关键的科系 他的学生教授来自 等于说五湖四海 世界各个角落都有 所以美国这个体制 它是一个很包容 它也能够怎么讲 就让人发挥的一个环境 那这也是美国今天能够成为美国的原因之一 重要原因之一 就是一句话 就是用全世界的人才来发展美国 那我想美国这个例子 事实上的话 其实很多国家也都看得到 那现在就变成就是说 很多国家事实上也都用一种 争取人才的方式 来协助自己国家不足的地方的发展 那中国大陆你也看得出来 现在也慢慢有这些现象 当然就是基本上中国大陆的 整个的这个生活环境 还有他的能够的待遇水准 然后他的这个展现的企图心 跟他本身未来的这种 目前为止大概算是 比较光明的一个前景 看起来的话 他也可以采取这样的措施 也就是借助世界各地的人才 来帮助自己的国家发展 而事实上中国大陆也在往这条路走 所以我是觉得这一方面也就反映出 中国大陆现在不管是政府来讲 这个社会来讲 那么相对的信心比过去是强很多 那么也可以做这个 以自己的做老板的方式 把各方的人才凝聚在自己的麾下 来一起建设这个国家 所以我是觉得中国大陆改革开放的话 那么是一个一个层次 那么过去他是希望外资进来 对不对 外国的公司进来 那么现在开放的程度已经到的是 外国的人才一起来进到中国这个 这个市场一起来发展 所以我是觉得一个阶段一个阶段 所以我说像谷爱玲这种情况可能 它是一个开始 绝对不会是一个结束 那将来可能你会看到 方方面面像谷爱玲这样子的人 不只在体育的这个竞技场 在其他的方面 可能也会有更多的案例会出来 那这也是世界一个潮流 像台湾现在也是这个情况 那么台湾现在也是一段 一直希望能够有高阶的 高阶的白领的高阶的专业人才 能够到台湾来 帮台湾方方面面一起来发展 那我想这是一个国际性的趋势 那只是中国大陆走上这个趋势的速度 跟它的这个涵盖的层面 那么的速度是可令人吃惊的 也就是中国大陆在在很快时间 大概就已经能够包容 能够想到这一点 能够第一个能够包容 第二个能够让人尽其才 第三个让人才能够发挥的 一定要人才能够发挥的环境 我想这几个客观条件 看起来中国大陆好像是越来越完备 我还想请介大使来谈一下 这个您也在新西兰纽西兰呆过担任大使 这次布林腾到澳大利亚去 然后接着他到了斐济 那斐济他等于说是邀集了南太平洋 很多的国家的元首或外长 到斐济来会谈 显示南太平洋 包括澳大利亚 也视为这个南太平洋 最重要的一个地方 刚好跟台湾的光交国也重合 那另外他还去了这个夏威夷 要跟日韩的这个外长碰面 您是怎么样解读的 来看这个事情 对南太这一个区块 它是一个整体的一个区域 那其实美国过去在南太的影响力 是几乎是等于支配性的影响力 你知道像这些马绍尔 还有这些可能帛琉吧 过去都是美国托管地 那美国过去也在这些地方 有很多很积极的活动 那这一块等于说是太平洋 这个南太平洋 一块很大的一个区域 它在战略 在各方面来讲 都是有相当的重要性 那过去美国在这个区域 是基本上 当时二次大战 美国的跳岛战术 就是从南太开始 所以他非常了解 这个地方的 这个战略重要性 那当然这些年来 可能美国在南太地方的 活跃程度并没有那么高 那么倒是澳洲跟纽西兰 跟南太的关系 因为地缘的原因 是一直都非常密切 而且这里面最重视南太地区的 不管是政治经济社会发展的 那么就是澳洲 那么澳洲曾经讲过一句话 他说在南太地区的警长 是美国 那澳洲自己自称为副警长 对副警长 所以澳洲自我的这个期许 就是这样子的地位 那当然澳洲还是 尊奉美国为警长的这个地位 还是存在的 那因为美国像Marshall Island 以前在这边 这个很多次核子事报 都是在这个地区举行的 那么南太的话 你光讲关岛是美国第二岛链 最重要的一个军事基地 而且还在不断增加 它的重要性当中 另外一方面像美国的这个 美国的美属萨摩亚 这也是美国的属地 也是在南太 另外还有夏威夷 那么夏威夷跟南太导国 在文化跟血缘各方面的关系 那是密不可分的 所以美国在这个地方 还是有很多实质的利益存在 那这次布林肯去 我觉得基本上是 重新把美国最新的这个 对于太平洋 那么对于这个 尤其是西太平洋 尤其对跟大陆的关系 我想美国可能会对南太的导国 做一个提纲切领事的一个提醒 那么而且重申美国重要的利益 跟关切之所在 那这次会去选斐济 是因为南太有一个国际组织 叫南太导国会议 就南太平洋导国会议 这个是一个区域性的组织 那美国过去不太重视 会重视的国家 是有大陆很重视 澳洲 纽西兰也都很重视 那这个组织 它的逆输注就设在斐济 那这次去的话 可能基本上 也不是说林肯 他可以召集南太各国的外长去 而是南太导国会议 外长会议正好是在斐济开 那美国借这个机会 林肯正好去 那也是一次去跟十几个 南太导国的这个 外交的负责人都见面 来交换意见 我刚刚前面讲 主要把美国在这个区域 跟对中国大陆的政策 我想跟这些导国的这些 外交负责人 做一个提示 让他们有所了解 那么也希望他们配合 那所以我想政治目的 是非常非常大的 那对于南太会不会造成 比较大的这些 这些冲击 那还有待观察 那么不过在南太 现在过去投注资源 过去一两个 一两一二十年之间 投注最大资源 跟最大的这种 关切的是澳洲 因为澳洲虽然说 他是副警长 所以澳洲对这些国家 这些的经济的 挹注是很多的 甚至对这些国家 内政的发展 也很重视 那么像澳洲这样的国家 另外一个就是纽西兰 纽西兰对南太 也非常非常的 这个关切 那么他也投注 大量的资源 那有一些离太平洋 离纽西兰比较近的 岛五的国家 跟纽西兰的关系 甚至密切过于 他跟澳洲的关系 因为澳洲 他比如说 他对这些诺鲁 对这个 这个索罗门群岛 距离他比较近的国家 但澳洲投注的关切 也是比较多 像以前这个 这个索罗门群岛 每次如果有内部的 动乱的时候 澳洲都会派军警 进去协助恢复 这次也有 对 对 就关系非常 不过你刚刚提到 就澳 澳 纽西兰的话 纽西兰其实 我因为在纽西兰服务过 我研究过他们历史 其实纽西兰早期的时候 甚至想建构一个 南太这个岛国联盟国家 把这些 比如说像Cook Island Cook群岛 这些甚至斐济这些国家 组成一个大的联盟 那么成为一个联邦 这个当然在历史 不是现在 可见他们对这些地方的关切 不过南太还有一个 就是说南太以外的力量 就是法国 法国在这个大西气巡岛 他还是他的海外属地 所以这个地方的形势 大概过去一直这样 可是近20年 中国大陆跟南太国家的关系 要快速进展 而且有很多经贸上的一些互动 所以我想这也是澳洲感觉到 有一点点受到威胁 因为他这都 他把他当作自己的前院 后门 那么有新的势力 力量进来 澳洲当然是持一个 比较警戒的看法 美国也是这样 不过大陆对这些国家 是各种方面的 尤其经济发展 那么大陆有很多长远的规划 所以长期以来 慢慢就变成这块地方 也变成大陆 跟这个美澳 纽之间 那么影响力的一个竞争 是 那杰大师 我还想请问你 那个 您在纽西兰也服务过吗 那一般人就觉得 奇怪 就是为什么五眼横峰 这个纽西兰会感觉到 好像若即若离 你能不能分析一下 为什么纽西兰 会采取这样的态度 而纽西兰内部的政党 是否也像澳大利亚 这样子类似吗 对 这个跟 我觉得跟这个国家本身 它的一个 这个 对国家的使命 跟国家的这个 这个定位 有很大的关系 纽西兰 这一些欧洲的移民 尤其英国的移民 他们是 有一点理想主义的 他们像 像这个 南 这个南岛的这个基督城 他是当时就是说 牛津大学一些基督学院的 一些理想主义 他要把他们的一些理想 带到一个新的国土来 所以他们就建设了这个 这个基督城 这样子的一个城市 完全是一个规划的一个城市 然后一群人这样搬过来 那他们在这个新的环境里面 他们发展出来 因为他们跟原住民的互动 原住民也给他们很多 新的这种认识跟文化的一种 冲击跟启发吧 所以纽西兰他这个国家 他第一个 他很崇尚和平 他很崇尚和平 第二个 他很崇尚生态 很生态很重要 那所以他在 他的国家发展的道路上 那么他跟澳洲 虽然他们这个移民的来源都是 最主要还是英国移民 可是就有很大的差弱 那么另外一方 他因为内部 他还有17 16%的毛利人 那么他们这些移民 跟毛利人之间 怎么发展一个互动和谐 最主要是相互容忍 相互接受 所以他在文化上 他也没有一个所谓的 一定是要以哪一个文化为高的 而是一种很强调一种 结合跟融合的 这样子的一种 基本的态度 所以也就发展下来 纽西兰一直在走自己 一个非常怎么讲的 非常一个独特的一个道路 他对自己的定位 对自己的期许 跟对这个国际 跟国际社会互动的 这样子的一个哲学 那么跟美国跟欧洲 跟澳洲 就产生了很大的差距性 而且纽西兰也发觉自己 因为他过去曾经有过一次 就是说英国加入 欧洲共同体的时候 那么那个时候 纽西兰经济几乎垮台 因为纽西兰它是单一产业 是农牧产业 那过去等于说 主要的产品通通销广 英国 那那个时候 英国因为加入了 这个欧盟的情况 就变成纽西兰产品 受到严重的挫折 对他经济上有一次 很大的痛苦的经验 他就发觉他对外界 必须要全力的开展 全方面的关系 而不是指一样 仰赖一两个大国 所以他要走自己一个 全方位的对外关系 所以这个是他的一个基础 这个自身的自我期许 跟对他的世界观 大概是这样 那另外一方面就是说 他跟五眼联盟 当然这是一个自然的联盟 因为这是Uncle Sachsen的 这个一个国际上的一个组织 可是他最早的时候 他并没有太强的军事意义 他是一个所谓的情报分享的 一个机制而已 这也就是美国 英国跟澳洲 他要再成立AUKUS的原因 AUKUS就会直接比较聚焦于 所谓的安全的问题 那纽西兰也没有加入AUKUS 你就可以知道 他跟这其他几个Uncle Sachsen 国家的看法已经不一样 那在这个情况之下 这只是一个比较松散 在二十大背景之下 产生一个所谓的 情报交换的机制而已 那这个情报交换机制 也是纽西兰对这个 五眼联盟的一个理解而已 所以他也没有说把这个五眼联盟当作一个 攻守同盟或者是一个安全 或者是一个区域的一个合作的机制 那大概是因为是这样 所以如果说在AUKUS在五眼联盟 有更多的对他的成员有说期许的时候 或采取联合行攻 那纽西兰就可能就觉得这个跟他对五眼联盟的认识 是有距离的 他不会佩服 而且在上个世纪80年代的时候 那个时候澳洲跟五眼联盟曾经产生过很严重的冲突 也就是那时候有美国有这个核动力的军事舰艇 那时候要死入澳洲 或死入纽西兰 那么纽西兰强烈的反对 然后当时就因为这件事情跟美国 美国产生了严重的冲突 那之后纽西兰虽然没有退出五眼联盟 那么他跟五眼联盟关系就受到了严重的打击 就变成就是说他变成一个若即若离的角色 而不是五眼联盟一个积极的角色 所以在这个背景之下 那纽西兰走到今天 第一个他走自己的路 那么他以自己的利益为主要的考量 另外一方面他的世界观 他可能也是比较赞成这种沟通合作 取代对抗跟这种走向军事对立的角度 这跟他的基本上的这个立国哲学不一样 所以这也就变成纽西兰看起来 跟五眼联盟之间 始终不是那么契合的一个原因 那么这个整个想法 其实在纽西兰国内不分党派 他们对自己国家的定位 跟这个跟外界发展关系的这种认知 基本价值体系 大概都是如此的 所以不会因为纽西兰今天 从社会党转到国家党 或者转到自由党 这一组阵会差 这个是已经他国内的一个 也可以说是一个发展的 一个比较接近成熟的一种意识形态 谢谢大家 字幕視聴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